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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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投射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实例 他就跑到一个幼儿园去 然后呢 就和这个 好像不是幼儿园啊 好像是一个小学 然后在小学就很低了一二年级的学生 然后他就和这个小学生呢 稍微玩了一下 但是在这之前 这些小学生们从来都不认识这个心理学家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心理学家是一个陌生人 好 他跟这些孩子们玩了一会儿以后呢 就发给他们一个调查问卷 然后在这个调查问卷里面呢 就问了很多 比方说 这个孩子最近的生活状态怎么样 然后他的心情如何 他和老师和家长和同学们相处如何 或者他最近的成绩怎么样 好 前面就实际上前面所有的问题都在了解 这个孩子最近的心理状态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之下 好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呢 他就问了 说这个心理学家就问 让这个孩子对这个心理学家做一个评价 有几个选项 比方说 会认为这个心理学家是一个不好接近的人 或者认为这个心理学家是一个善良的人 或者说呢 认为这个心理学家是个坏人 或者认为呢 他是一个不容易打交道的人或等等 就是总之有很多对这个心理学家的评判 好 最后这个调查就发现 如果这个孩子在前面的问卷里面表现出 他最近心理状态很稳定 很开朗 很开心 属于一个比较正向的这样一个情绪状态的话 那么他对这个心理学家的评价也会认为 这个心理学家是比较善良 然后比较好的 然后比较和蔼可亲的这样一个好打交道的人 如果这个孩子在前面的评价当中呢 他会写到 会反映出来这个孩子可能最近情绪状态不太好 然后心情低落 或者成绩不好 和同学的交往都不是太好 或者受到父母的责骂等等 那么通常这个孩子会对这个心理学家的评价就是 这个人是个坏人 或者说觉得这个人不好打交道 或者说不想跟他说话 或者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些评价 或者甚至有时候描述这个心理学家是一个冷漠的人 可是呢 其实心理学家是用同样的方式 在这之前和这一群孩子们在互动 所以这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投射现象 而且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我们经常会觉得我今天心情不爽 然后看所有东西都不爽 所有的事和人都跟我对着干 然后我今天非常开心 然后结果呢 我看所有的事情都会很顺眼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最明显的投射 所以这也就是导致了我们在看蒙娜丽莎的时候 那么我们之前举过例子 我说假设你今天心情非常好 你把自己调频到一个情绪状态都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 你来看蒙娜丽莎 你会觉得哇 我妈蒙娜丽莎真的在笑 你会觉得她也感到开心 好 你再来转换一下频道 然后你把你自己调到一个很悲伤的频道 然后你说 这个我今天特别倒霉 出门都摔跤 然后遇到的所有事情都给我都不爽 都给我对着干 就你再来看蒙娜丽莎 你就会觉得蒙娜丽莎好像都在嘲讽你 她也是一个皮笑 肉不笑 嘲讽的这样一个笑的感觉 所以你会发现 即使当你不同的心情的变化 你就会发现蒙娜丽莎的笑就有很大变化 所以当你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时间这样的状态下 那么蒙娜丽莎就会有变化 所以这幅画其实一直没有变 变的是你 所以这是我始终在绘画当中所强调的 就是在绘画当中我们强调了说 我们说我们其实经常在读画的时候 读到的都是你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叫读画就是读自己 所以说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投射的理念以后 那我们在观察画作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通过画作回到自己的 那么通过画作回到自身 实际上你和画作当中 你就可以产生一个连接 是因为你通过画作 然后你会好奇一下 什么原因我会这样来欣赏蒙娜丽莎 什么原因我旁边那个同学 他对蒙娜丽莎是截然不同的评价 可能你在对自己好奇的同时 你也在对别人好奇 那么或者说从对画作的欣赏来说 我们对蒙娜丽莎好奇 然后也引发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所以我们对所有的外在事物 我们只是一个好奇的探索的态度 而不只是评价就是我就是这样看待他 那么别人对他的这个评判和看待可能是错误 其实不一定 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 所以这个投射现象呢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要注意是你在观画 你是那个看画的人 所以我们说每一幅艺术作品都是一个空框 我们投入自己的想象来填满着 所以说绘画也是这样的 在蒙娜丽莎身上 可能我们投入自己很多对他的猜测和想象 好 但是呢 回到这幅作品的另一个层面 因为这幅作品呢 是达芬奇最引起人们争议 可以说最引起人们神秘感的这样一幅作品 那我们看看在这个作品里面 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 那首先呢 我想给大家从技法来给大家谈一下 其实在我的课堂上呢 我们比较少谈技法 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涉及到 特别是这一幅作品 然后这幅作品呢 它涉及到一个叫做博物法的绘画机法 然后这个博物法呢 在有些资料上呢 也叫做空气远近法 或者叫明暗远近法 好 我让大家看一下 这幅画我把它放得非常大 我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放大图 然后在这幅画里面 你能够找到线条吗 你看一看 它的鼻子眼睛的转折 有没有线条的存在 其实是没有啊 我们唯一能看到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线 是因为这幅画它是油画作品 而且达芬奇呢 花了四年的时间 所以说那个油画呢 它是可以堆积的 当颜料堆积的比较厚的时候 时间长了以后 它就会裂 这产生的裂痕 可是在真正在这幅画的作品里面 你没有办法 你不可能看到任何一根线的存在 好那我就再问一下大家 在现实世界里 你真的可以看到一根线的存在吗 好我们大家都学过几何 数学里的几何 那我们知道在数学里面的线条的概念是什么 它是只有长度对不对 它只有长度 它其实是不具有那个空间感的 好但是呢 我们在我们现实世界当中 我们是一个立体空间的 在我们现实当中呢 可能你去画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会用线条 比方说我去画这个黑板 或者什么的 它会有一个边框 包括你在画人的脸部啊等等 你用线条来画的时候 你可以去勾勒它 可是在我们现实存在的 这个三个位立体空间里 有线的存在吗 其实没有的 你看到的你以为的线 都是面和面的转折 就包括我们的头发发丝 你觉得它是线 因为它很细长 可是你把头发真的放大 在显微镜下放很大 头发是什么 它其实也是一个圆柱体 它是一个圆柱体 对吧 好 那头发这么小 然后想比头发更细的 所以所有的东西 它其实都不可能 只有二位空间 没有三位的 所以在我们的三位立体的 这样一个现实世界当中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线 那么达芬奇就通过他的观察 他发现了这个现象 然后呢 所以在他的这样的一个 蒙兰丽莎的这个画面当中 他就用了一个非常 就好像这个画面 所有的转折都是模拟两可的 大家会看到 他没有明显的这种 用线条去勾勒的感觉 所以这样呢 就使得他的画面 看上去很立体 好 如果没有对比呢 我们可能不明显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种 立体的画作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我们觉得很平常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看一幅作品 这一幅 然后这一幅呢 是这个波蒂切利的 维纳斯的诞生 波蒂切利属于文艺复兴早期 很有名的一位画家 其实文艺复兴早期有十位 很著名的这个绘画大师 好 波蒂切利其实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幅 好 虽然我拿这幅画来 跟大家做对比 我并不是说波蒂切利画的不好 其实呢这幅作品我非常喜欢 从我个人来说 而且我们看一下 中间的这个维纳斯 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 来我们看看它的放大图 实际上我觉得我最早看到 维纳斯这一幅作品的时候 我其实我非常喜欢 波蒂切利画的维纳斯 虽然后来从 我们其实从绘画技法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的是绘画技法 那我们看一下在这幅作品上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线的存在 你会觉得线非常多 对不对 比方说鼻子的边线 然后眉毛 眼睛 你会觉得甚至还包括这个脸的轮廓 然后脸的轮廓 你会觉得这个脸的轮廓 如果没有这根线条 那么这个脸和脖子 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从绘画来说 那么它就处在一个平面上 它没有 它必须要用这个线来勾勒 所以在这幅画作上 它的线的存在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但是我在这里比较的话呢 我并不是说这幅画的绘画技法很差 但实际上这幅画作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包括它这个表现的这个维纳斯的这样一个 有点淡淡的忧伤 然后很优雅的这样一个 包括这个面部的表情 包括头发等等 其实我觉得我最早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 我个人非常非常欣赏 但是我们在比较它的这个绘画的方式来看的话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 曼娜丽莎 然后包括曼娜丽莎的手 你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些画面上 没有一点线条的存在 完全不会有线 所以说呢 达芬奇呢 就完全掌握了一个 对于相当于是对于人体骨骼肌肉皮肤的 这个结构的情况下 他非常清楚 每一块皮肤 每一个骨骼和肌肉 它的转折 它的衔接和变化 所以在这个里面 他根本不需要用线来勾勒 他可以把它若隐若现的这个结构 其实非常精准地表现在他的画面上 所以这是达芬奇创立的这样一个 叫薄雾法的绘画技法 也就是那个画面好像 薄薄地蒙了一层雾气 你会觉得朦胧又看不清 但是又很真实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说绘画的最大奇迹 就是使平的画面呈现出突傲感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 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达芬奇非常精准的 那种数学的那种表达方式的 这样的一个透视 用在了这个最后的晚餐的那个壁画 然后和整个房间融为一体的那感觉 所以说达芬奇最大的艺术贡献 就是明暗法 使平的画面呈现出空间感和立体感 那么这里呢 除了博物法的运用呢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透视技法的运用 那么其首创的明暗渐进法 用光线和阴影的技法来描绘人物 景物使之呈现逼真的立体感 直到印象派出现的几百年内 无人能逾越达芬奇建立的 三度空间绘画体系 所以明暗渐进法被艺术史家 普遍认为是绘画艺术的一个转折点 其实我们这里呢提到是 直到印象派开始 他们开始改革了达芬奇所建立的这样一个 在屏的画面上的这样一个创造三维立体空间的这样一个情景 所以这个情景实际上就相当于 每一个景色 每一幅画作都好像那个摄影作品 咔嚓那一瞬间被捕捉下来 然后把它搬到了画面上 那么这里说的是印象派开始 其实呢印象派开始呢 确实开始进行改革 但是呢完全打破了他的这样的一个透视的 这样一个精准透视的法则的人呢 其实是毕加索 直到毕加索他才能真正打破 所以我们看一下毕加索基本上也就是一百多年前的人物 所以我们会看到达芬奇所创立的这样的一个绘画体系 几百年在西方一直呈现着这样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好 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呢 关于蒙拉丽莎这一幅作品呢 从其他的层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刚刚从技法来讲的 包括我们以前从投射或心理学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说读到自己 好了我们通过达芬奇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达芬奇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啊 他对外宣称 他说我想画一个表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一个完美的人 大家注意一下 他强调的是人 没有强调说我要画一个完美的女人 好这里呢 为什么呢 我这里稍微提一下 他没有提要画一个完美的女人 虽然他最后画的是一个女人 因为达芬奇呢 他其实从小没有见过他的母亲 然后他是一个私生子 然后他的父亲呢 在和一次 达芬奇的母亲呢 是一个电农的女儿 而达芬奇的父亲呢 其实相当于律师身份吧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律师身份 所以他的身份地位比较高 然后家族也比较显赫 所以呢 他的这个电农的女儿呢 是没有办法和达芬奇的父亲结婚 那么即使他怀了达芬奇 所以这样呢 他生下了达芬奇以后呢 达芬奇呢 就被他的父亲安排是在他们家乡的一个小村庄 一个农场长大 并且有达芬奇的 我记得是他的兄弟 然后帮他抚养 然后他的母亲呢 就没有资格去抚养达芬奇 所以说达芬奇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母亲 他出生以后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达芬奇呢 他曾经有资料里显示说 达芬奇在他十几岁就小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到镇上去玩 结果到镇上玩的时候 他总觉得他背后有一双眼睛看着他 但是呢 等他一回头 他又看不到这个人 然后这种情景发生了很多次 然后通过前面我们讲述的达芬奇 我们说他有非常非常多的 数不清的可怕的这样的一些发明创造 所以你会发现达芬奇对生活 对宇宙 对这个自然界 他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和捕捉能力 不然他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惊人的这样一些科学和艺术的成就 所以说呢 那么你小时候的他这样一个非常对感受非常敏锐的这个孩子 但是小的时候呢 他又从来没有见过母亲 但是我们知道每个孩子在他心里都有一个对母亲的这样一个非常渴望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所以说当他在镇上 他感觉到背后的一双眼睛 后来人们分析 很有可能就是达芬奇的亲生母亲 因为他的亲生母亲没有办法去抚养他 不允许抚养他 可是呢也可能他通过某些途径知道达芬奇去玩或者什么 他就偷偷地看他几眼 但是呢又不敢真大光明 所以达芬奇的感受到的那双眼睛有可能真的就是达芬奇的母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呢 达芬奇因为包括后来达芬奇终生未婚 而且他是一个美男子 绝对的美男子 然后他的聪明才智 但是呢最后他一辈子没有结婚 而且达芬奇还有可能是双性恋 被传出有同性恋的可能 所以说从这个种种角度来说 在他的心目当中啊 他的一个完美母亲 或者说完美女人的这个形象 对他来说始终是一个梦想 他没有实现过 因为他没有母亲 就没有一个具象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女人 出现在过他的生命当中 当他想要去表现人文精神当中的一个完美的人的时候 或者说潜意识的表达里面 他会选择去用女性来表达 用女人来表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个蒙拉丽莎会给人一个捉摸不定的 神秘的 模拟两可的感觉 可能就和达芬奇的从小 他对母亲的感受是一样的 他对母亲就是没有见过 所以这个完美的母亲的女人 对他来说就不可能是一个具象 如果他表达的非常具体 具象非常清晰 其实是你会觉得他不够真实 正是因为创造出这样一种朦胧的 模拟两可 神秘的感觉 反而更近于达芬奇在追求他心目当中 那个美的那个美好表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好 因为达芬奇自己觉得 他说他要表现的是一个人文主义精神的一个完美的人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种人对他来说是一个在具象之象要表达的抽象 其实很难表达 因为人文主义精神 它是一个精神 它是一个人的一个精神高度的一个追求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你很难把它用具象的图像去表达 所以这样达芬奇在表达它的时候 导致了这个画作其实是有中性成分的 它有中性成分 因为它表达的是人 所以这个人应该表达的是人类 而不是某个男人和女人 好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个中性的成分呢 有很多人对此呢 有一些争议 然后我找了达芬奇另外一部作品 我们看一下 这部作品叫做《洗礼者约翰》 好 我们看到洗礼者约翰 明显的是不是一个男人 是一个男人吧 好 但是你看一下他的面部 你觉得和莫拉丽莎相比 好 我们不要把莫拉丽莎放出来 你觉得和莫拉丽莎相比 这两个面部 你觉得像不像兄妹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样一个完美的 这样一个脸孔形象 对达芬奇来说是深入他心 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所以在他表现的男人以及女人的这样一个面相里面 都会出现一些相似性 所以这呢可能就真的是在达芬奇的心目当中的 这样一个人文主义精神的一个抽象表现的具象化 所以这样呢 这个画面的中性成分其实很强 然后这样的作品的中性成分 其实我们前面在讲到威纳斯的时候也提到过 记不记得当时给大家看了一个威纳斯的背影 我说威纳斯的背影一点都不谦细 一点都不符合我们现在所谓的小蛮腰 对不对 你会觉得并不美 你甚至觉得是虎背熊腰的 可是呢 我们说威纳斯它有在代表的是人性尊严的表现 我们说人性尊严用小蛮腰怎么可能可以体现呢 它一定有一点中性的有力量 有力度的表达 所以说在威纳斯这样一幅作品里面 其实也是有中性成分的表现 和莫拉丽莎呢 其实是有相似之处 好 下面这一系列图片很有意思 这是我在网上能够找到的所有 也不是所有 其实是我挑选了 然后跟莫拉丽莎有关的一些图片 大家看一下 从这里我们会看到色彩都不同 对吧 然后这一张吧 这张非常的偏棕色调对吧 好 然后这几张呢偏冷一点 所以大家看到色调都不太一样 色调都不太一样 而且你仔细看 是不是你觉得胖瘦都不一样 你看这两幅 你会觉得他们连胖瘦程度都不同 好 这里呢 就谈到一个呢 这个是这个作品在卢浮宫展出的时候的情景 好 这个地方就提到一个呢 就是对艺术作品的欣赏 其实以原作为主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课堂呢 对大家来说是一个积累 那我们在这个积累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了解到更多艺术作品的创作 和包括你自己和对他们的感受 然后带着这个 对这个艺术作品的了解 然后你去到这个作品的真实的这个博物馆 美术馆 你去看这个原作的时候 你才会感触更多 才会有更多的感受 所以说如果说没有看到原作 你只是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当然会 因为这些作品呢 可能都不太接近于原来的真实的这个色彩啊 胖瘦的表达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以后呢 尽一切的可能 如果有机会 去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城市 你去当地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然后尽可能的找到机会去看原作 好 这是我给大家提的一个建议 好 这一堂课呢 我们就以Mona Lisa为主呢 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 然后我们对于达芬奇的介绍呢 就到这里 我们花了三节课的时间 第一次呢 我们欣赏了关于达芬奇的 众多的这样一个让人赞叹的 可以斤掉下巴的 这样一个科学的成就 好 后面第二堂课呢 我们讲到的是 它的最后的晚餐 然后这一堂课呢 我们介绍了它的 著名的Mona Lisa 这幅油画作品 对于达芬奇的介绍呢 我们就到此 然后下一堂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位的文艺复兴巨匠 也就是米开朗基罗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